3月13日,胡幸儿的老公李承德在网上晒出一张与儿子的照片,并写下7个小短剧,大概的意思就是感谢儿子将自己的啤酒度给折了起来,还嘲笑儿子的发型很疯狂。 照片中,胡幸儿儿子的发型确实有点特别,很多网友也表示,赶快带你的儿子去剪头发吧,这难道是要将儿子当女儿哑吗? 近日,胡幸儿也通过微博晒和儿子温馨合影并称,我的小情人知道爸爸要工作,所以代替他给了妈妈一个相吻,谢谢宝贝,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 照片中,小家伙圆圆的粉嫩的脸蛋,无黑的大眼睛,胖嘟嘟的小手十分的可爱,胡幸儿皮肤白皙光滑,产后气色佳,身材也恢复得很好。 儿子懂事的亲吻妈妈的脸,看上去更显可爱,画面非常的温馨幸福。 此微博曝光后,网友繁繁围观并留言称,超级无敌可爱的义婷BB,好可爱的小宝宝,祝你情人节快乐,好萌好可爱,心都融化了。